临近冬天了,天气变得寒冷,有些地区夜里将温降雨,路面变得湿滑,而真正进入冬天后,温度再次降低,再加之降雪,路面将变得更加湿滑,我们驾驶汽车时很容易出现事故,而事故发生的原因大多是刹车系统的失灵。 刹车系统对于车辆的行驶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发生很大的事故,因此刹车片什么时候换怎么换,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,一般来说一副刹车片用10万公里没有问题,用的好甚至可以达到15万公里,当然除了那些长跑长途的比较省刹车外,其他车辆只要驾驶方式得当,当一名合格的老司机可以把这个结果作为一个标准,当然并不是每位驾驶者都是老司机,踩刹车的频率肯定不一样, 所以刚才的结论也可以作为参考,更安详的办法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,看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,如果到了临界点就得立即更换了,在这里多提一句,新手司机要有正确的驾驶方式,即随时保持全神贯注,眼关溜入,发现问题提前收油减速,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踩刹车,这样做既能节省汽油又能延长刹车片的寿命。 如果发现刹车片磨损比较严重,就得立即去更换了,不要等磨损完了再去,那时就太危险了,而且更换时要换原厂备件提供的刹车片,只有这样才能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制动效果最好,磨损最小。 更换刹车片时必须使用专用工具,将制动分泵顶回,不能用其他的撬棍硬压,这样易导致制动前导向螺丝弯曲,使刹车片卡死。 更换刹车片后去磨合200公里,方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,刚换的提片需谨慎行驶,建议去专业的保养店或修理厂去,这样换刹车片时才更放心。 在这里告诫司机朋友们不要忽视任何一个小问题,因为小问题也可能酿成大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